哈喽大家好,昨天有人私信我让我发一下真菌的视频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真菌感染 狗狗皮肤病特征主要是在头脖子和四肢的皮肤上发成圆形脱毛的凸斑 可能还会出现脾血,严重时会连成一片 真菌感染的原因分为以下几点 一,营养不良,平时一定要多补充营养,不要长期喂食一种狗粮 使狗狗产生抵抗力,免疫力差就会被感染真菌 二,居住环境差 通常狗狗真菌发病率最高的就是因为环境潮湿引起的 环境潮湿很容易滋生一些真菌,从而导致狗狗被感染 三,护理不当,长期不给狗狗洗澡或使用浴液 不对,不能彻底清理狗狗身上的脏东西 时间久了,也会感染真菌 治疗方法 初期的情况下可剔除换出的毛发 使用皮特芬喷剂杀菌 但要给狗狗带上一粒沙白圈,防止狗狗舔 同时还要补充营养 面积较大的话,可以配合药育,同时治疗 我是迷雾禅使官 关注我每天更新羊虫小指 我们下期见 不过来,我们下期见